美国对我国战略指向是围绕 维持美国控制的世界体系 重点是打击我国影响力的扩张 经济贸易体系的建立 至少从奥巴马时期 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卿 由原来的中央情报局长登了 因为尚于搞阴谋 颠覆是中央情报局的长项 同时对世界各国 美国的渗透影响 以及如何的改变局面的策略 都了如指掌 比出身外交的科班要冷酷得多 出身外交科班的外交人员 由于训练的原因 直到外交的底线工作过程中 往往受到了外交条例的约束 但中央情报出身的 外交官根本不讲什么外交条例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破坏打击对手 不择手段的刻意不计后果 这种改变是美国最近20年内的事 从侧面说明了 美国各利益集团感觉到 美国控制世界的体系 面临大问题 需要愿闷耀治理 非常明显的是 这种策略目前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世界中小国家畏惧美国的隐位 某种情况下 不得不听从美国的号令 特别是与自己利益相关度不大的情况下 美国掀起的新闻战场 与上世纪 美国杜洛斯时期的办法 有类似的一面 恶意的造谣重伤 担心中国最真实的一面 继续扩大向世界传播 但这只能是短期效应 美国一定会制造话题 事端扭转这个局面 普通老百姓非常的容易被转于视线 这个连我国也存在非常明显 这其实是中情局的第五纵队 常常利益的手段 我们一些示威极端的人 被人带到了沟里 还致以为是 所以美国立院中情局出身的阴谋家 注视外交工作 短期可收到一定效果时间久了 世界各国看清了美国最真实一面的可能性越大 目前发生的是 美国许多策略与各国关联度不大 所以不少国家被迫地答应 美国无理取闹的要求 美国靠傲战余英 创造的世界体系一直运装良好 主要是世界许多国家 在美国宣传上加美国视为N了 所以多数时候 美国虽然为非作戴 但由于国家 美国曾经的恩惠而顺串 从事实上说 欧盟亚洲的不少国家 比如日本、韩国 确实在这个体系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所以他们也拼命地要维持这个体系 但是美国现在要改变这个体系 欧亚盟友们感觉不踏实 才是目前的局面 美国趁机创造了符合 美国最大利益的国际体系 军事同盟体系 强大威慑工具战争机器 文化宣传体系 先进控制思想意识 技术体系垄断 通过技术垄断控制产业规模走向 经济体系富有编造 美国们 金融体系控制财富 支援流向 我们发现 目前美国以上五点的控制力 都在急剧退化 主要是中国经济体系 文化思想 国家实力 技术基本 金融独立 制作性造成的这种局面 特别是一带一路 被美国视为了另外一个可能的世界体系 所以美国为了维护建立的巨大收益的体系 必定会加强遏制 经过两年的调整 美国已经认识到 一带一路可能是美国的大麻烦 从美国看来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以经贸为主线 以共赢为理念 以志愿为手段 与美国以军事同盟体系的控制世界的手段更高级 因为中国理念中的和平等理念更有吸引力 特别是志愿原则 与美国野蛮的军事恫吓 打击形成的对比 则对美国现有的体系更加有冲击力 虽然我们一再的声明 不与美国对抗不损害美国利益 但美国已经从实践中感受到 受到中国理念影响的国家 不太听美国的话了 所以美国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必然的会打击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被美国列为了优先对付目标 如果说两年前是考察期 美国摸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走向 两年过去了 美国基本摸轻了 所以美国的大国战略的调整 明显与此有关 美国与中亚签订的协议 其实对过一带一路建设影响非常大 基本明白了 美国下一步中亚战略 如果再与美国从阿富汗闹着撤军 那就更加的明确了 美国会加强在阿萨克石坦的活动 甚至不排除制造重大事件的可能 颠覆手段都可能实施 是否会压制阿萨克同意美国军事进入 情况都不乐观 所以我一带以同金融支持 我们能力达不到 就是能达到 也不能够再培养把眼蓝出来 越南就是最好的例子 目前印度的举动开始冒失 实际是结果精心算盘的 它吃准了我们目前不会调整重点目标对付它 只要它不过分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就不会出手揍它 三年前的动乱事件就证明这点 美国下一步可能会给印度更多的甜头 让印度增加牵制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 倭国的战略必然要调整 现在美联储降息后 美国的汇率股市双下跌 证明华尔街一贯的金融操作手段失令 这是美国经济金融大分爆爆发的前兆 而且发行的债券几乎全部的由美联储购回 这在美国金融历史上并不多见 美国个人机构盟友购买美国债券的动机非常弱 这是美国遇到的金融危机的要件 信息散失 因此注意美国极端的一面 俄罗斯目前的战略是载机 俄罗斯拼尽努力 发挥巨大的代价 维护在叙利亚的利益 其实是利用美国犯错机会 重新的打造自己的体系 并事迹地夺取汽油定价权 打造能源世界体系 俄罗斯方面认为 欧美矛盾加剧 中美博弈加称 由于中国经济技术 军事力量的提高 美国必然会转移更多的注意力 去看住中国 而且随着中国持续发展 中美裂痕会加深 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存在 不排除因为美国分串把握不好 超过了红线 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 只要中美发生冲突 俄罗斯就有了着力点 俄罗斯会利用美国的弱点 在中东发力 慢慢地创造能源体系 近期石油价格暴跌 说明了美国意识到这点 所以我们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欧洲方面 由于美国战略转移 随后带来的是产业重点的转移 危害欧洲总体利益 这是欧美矛盾的焦点 而美国只顾着美国利益 不考虑欧洲利益的做法 欧美的裂痕依然会增加 所以法国提出了 北约脑屎丸的说法 但欧洲的德国 法国在主导欧盟问题上的矛盾 被美国利用的淋漓尽致 英国脱欧后 欧盟成为了一级的可能性变差 必须持续的依赖美国 对罗斯不可靠 这是美国根本不理欧洲态度的真实原因 世界进入了多史之秋 机会与风险巨载 但美国的定力变差 成为了最不稳定的因素 2018年大国对抗以来 毛泽东的金句不断的被传播 大家发现毛泽东关于斗争的名句 对斗争本质的透彻典名 对打破封锁唯独的底气 对中国人中华民主的无比信心 给今天遭遇围堵的中国 带来了无穷的正能量 智慧和力量 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博大精深 但其哲学根底就是一条 就是对人民的充分信任 对中国人能力和智慧的无比自信 对中华民主前途命运的无比乐观 新中国建国后 为什么敢于实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翻针 敢于在工业化刚刚起步 就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 敢于在几乎闭关锁国的情况下 提出了是个现代化方案 如果没有对于中华文明和历史最深厚的智信 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国家处于最艰难的时期 他们也没有失去实现中华民主 伟大复兴的智信心 否则他们也不会做出那些超出残忍想象力的重大决策 他们都是懂中国历史的中国人 他们对人民的信任 也给予了人民以极大的信心和豪迈 而只有一个充满自信的民主 才是拥有未来的民主 才是一个不需要在别人的体系和规则下爬行的民主 70年来中国积累的战略优势已经很难逆转 世界文明的重心 经济重心逐渐的向东方转移 新一轮所谓千年未有之大边局 无非在于而迟 大国崛起从来不易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 内部扎音外部重重的围堵和封锁都将持续不断 这是一条新的长征路 民枪案件不断 但我们终将冲破一切 在这长山轮回的长满大地上 我们随时能够听见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从一带一路到丫头寒 从人民币源由期货交易 到国际版根据地的建设 从各个领域的伟大斗争 到万众一心 民气可用 一步一步 我们走来 看势很慢 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得快 非常庆幸 我们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与我们的民族一起淡气回场 我们的民族